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距离中国成都八千八百公里外的澳大利亚悉尼哥剧院 这一段汉服快闪视频获得了上千万的播放量 而策划这场活动的是一位来自成都的九龄后女孩卓同舟 我是19年才回到祖国来的 之前一直在澳大利亚待了九到十年的一个时间 读了大学和研究生也在悉尼创了业 我现在想来都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至少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影响很多在海外的华人 重新地去认识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 2016年 卓同舟在悉尼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 选择了一身明治澳群出席 在上台被授予学位证时 台下响起了一片欢呼 然后上去之后我们悉尼大学的校长也给我接过证书嘛 然后他就悄悄地在我耳边 他说你这个穿的是什么呀 你等会儿下完了之后 你等一下我我要跟你单独合张影 我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一个可能性 让他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美丽 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值得 我们悉尼大学的一位老师 他是一位华裔 但是他是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再回到祖国的华裔 他说他直接是用的你的traditional dress 他说真的是 I've been here for 10 years You are the first one I've seen You wear the traditional dress to come to your ceremony 然后他当时最后还说了一句 他说I miss my home 然后当时我一下子都快掉泪了 毕业之后 学习企业管理专业的卓同舟 收到了普华永道的聘请通知 但是他不顾家人反对 决定把汉服作为自己的事业 穿汉服送外卖 举办汉服公益活动 让祖国的传统服饰 重新走上海外街头 登上悉尼市政厅的舞台 在我眼中汉服是属于中国文化的 集大成之美的这么一个集合体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件美丽的衣服 向大家去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甚至我们还做了很多的革新 我们不希望汉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也很希望它跟一些现代的艺术去做结合 最终呈现的一个是一个就是时尚和传统碰撞出来的一个成果 然后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 咱们背后背负的这个璀璨的文明 就是这个是让人非常的觉得很自豪的一点 就这一点一直是支撑我前进的一个动力吧 卓同舟在海外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诉 安置好海外公司之后 他选择回到了成都 天哪好乱啊 不好意思就特别的乱 然后因为这个是等会儿这天下午会要发货的 所以就很暖 我回来才一年嘛 但是目前还是已经做的比较有规模了 大家各司其职 然后我们这边有电商部门 然后新媒体部门 我们的设计部门和服装部门 这边还有我们的产品部门 就是有好几个部门 大家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在做事情 然后这边是我的直播间 从下午我们每天会进行七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直播 然后平均的话每天都有一两万人来看我们直播 可爱然后又长得很漂亮 所以说我们整体设计感是对它的人物性格有所呼应的 我们选择这种粉粉嫩的颜色 为什么成都被称为汉服第一城 汉服之都 它不是空穴来风 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看这里汇聚着六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汉服品牌 我觉得是跟成都的这种城市文化氛围分不开的 非常厚重的历史底蕴 它不断的在给予我灵感 包括像我们自己在做创作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个系列叫做视女图鉴系列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选取了花蕊夫人这么一个角色 它就跟成都息息相关 所以在选色上面我们选了一个非常热烈的颜色 又选择了一个极其清淡的颜色 去表现这种色彩的一个冲撞 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给我们带来了这种视觉上的冲击感 我们刚刚才结束了中国华服日的一个大秀 然后现在是为下一场秀做准备 下一场秀的话 我们做的是为了至今经典而做的《红楼梦》系列 目前正在设计的是一套黛玉 我小时候不是特别喜欢林黛玉 但是随着我自己社会阅历的增长 我越来越爱这个人物 黛玉她是一个孤女 然后算是寄人篱下到甲府的 因为我在海外漂泊了这么多年 其实也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一个过程 当她成为我最喜欢的人物的时候 我反而去设计她的时候就很困难 我想上秀的话那个灯光一打直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就目前我们最纠结的地方就是颜色材质 这个稿子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改 其他的话是 我是五岁开始学画一直没有断过 在海外的时候也去给别人当过国画老师 因为我师父是四川省的一位国画大师 是认认真真拜过师父的那一种 我就要去求助他 因为有时候我确实会创作遇到瓶颈 所有的艺术一定是超根纹 炎火纹 它如果一旦脱离了这个 它不成就它生命力不强 我从我们中国人一开始就是以抽象的事物 在表现世间的事物 我们是看它内在的东西 是不看它的表现 对于中国艺术的高明 让你丰富地想象 把事物的内在东西挖掘出来 表现出来 这就成功了 对 我师父对我印象太大了 我师父用事也很大胆嘛 然后我们想要去做到 是把这种美学 这种东方美学带给更多人 最精华之处它一直存在的情况下 我觉得任何的创新都是值得被拥抱的 我们更多的是根据现有的史料 现在我们能眼见能看到的一些资料 去想办法复原和猜测 当时的汉服应该是怎么样的 但不能代表就是说 我们目前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近几年 新一代年轻人 因为汉服的独特和美 成为汉服的主流人群 卓同舟则选择 以一种更加亲民 更加普及的方式来推广汉服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卓同舟在全网收获了 一百多万的粉丝 一句话总结我自己的2020年 这12个字叫做跌宕起伏 然后触敌反弹 最后逆风翻弹 因为我不太了解短视频 我也不了解直播风口 就从零开始学 我最难的时候 我是去借钱发工资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汉服更接地气 就是以一种搞笑的方式 来做汉服的视频 结果没想到第一条就很不错的一个流量 然后很快我们就觉得 原来这才是我们的方向 其实大道之简吧 到最终我其实想要做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其实一直在继承前任的衣钵 去其清华 去其糟果的 那同样对我们的文化来说 它也是需要去创新的 它也是需要让更多人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去演变更多的新鲜的事物